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像一般人是去公司上班 那我是比方说我今天写歌赚钱 一样我也是用劳力在赚钱 那去年的年中我开了一间文创工作室之后呢 我发现给我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它会常常有很多是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一开始其实我会相当的恐慌 我也问我的老公 因为我老公他自己也是开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我就会问他说 老公你开公司这么久啊 你有没有遇过没有收入的时候 他说其实很正常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 来去面对他 那我觉得 因为他跟我分享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下次我会请他来我的节目 跟大家做分享会更详细 那他其实跟我讲了一个 一个道理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 人就是这样子嘛 当你很忙的时候 接了很多单的时候 你会忘记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真正 比方说你真正开这个公司 你要做什么事情 有时候你会陷入到一种忙碌的境界里面 可能你收入一直在增加 但是你真的想要做的那一块 它会一直被摆着 像我觉得 创立品牌跟经营个人 它是 我觉得它是两种不同的结构 经营个人呢 可能就是把自己做好 去上班呢 就是你付出多少的劳力 获取多少的收入 如果有其他延伸 比方说 现在不是大家都说斜杠人生吗 就是可能下了班之后 有没有其他的能力 可以再为你多赚取一些的收入 那我觉得跟 一个品牌或是创业者来讲 个人跟品牌是很不一样的行为 像个人其实负担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当你在经营工作室 或者是你在经营品牌的时候 它每个月的固定之处是很可怕的 也许你有几个员工 然后你每个月你的记账费 然后还有你的一些成本啊 你的一些固定成本的开销 水费啦 电费之类的 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那我分享一下 我在没有收入的时候的心境 跟我的改变 一开始也是很害怕 会觉得是说 啊 这样几个月下来都没有接到单耶 都没有 没有制作 没有制作可以做 没有客户怎么办 嗯 而且是持续性的哦 不是说你一个月没有收入 而是可能会连续的一两个月 都是没有收入的 我觉得 你的紧急 在费用金就非常重要 于是我就开始在想 那 好吧 既然 这一两个月都没有收入 没有客户 嗯 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 嗯 我可以来想想 一些创意的点子 比方说我可以 生产 呃 什么样的商品 是可以赚钱的 可以带来一些 呃 被动收入 那我觉得 其实人人都在讲说 被动收入嘛 被动收入 但是其实你要去 创造出一条 商业模式 或是商品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钱 一定不会难赚 他就变得是说 呃 比方说今天 麦当劳 他就算他出了 不同的套餐 呃 不管是有 大麦克啦 或者是 呃 有新的过年的 什么呃 什么酱烧口味的宝 他一定都会有 配上薯条 当他今天有研发出 这个薯条 呃 的时候 他任何的套餐 他都可以配在里面 就是 他不会消失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我 趁 这个时期 我能够想出什么东西是 被大家所需要的 然后他 这个产品 他是可以一直存在 一直被人家使用的 但是这些事情 当我很忙碌的时候 当我可能一直在赚钱 一直在接洽客户 联系 沟通 我是没有办法想这些事情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呃 有时候的没有收入 也是一种灵感 大爆发的时刻 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神奇 因为以前 呃 以前自己 只是一个 可能单 个人接案子 不会想这么的多 我就想的很单一 我接了多少案子 做了多少事 赚了多少钱 我觉得这样子会很像 很像一个土拨树 就是在那个滚轮里面 一直跑一直跑 会感觉很累 非常累 就感觉 嗯 我要花很多的力气 我才可以赚到钱 才可以有一天财富自由 那因为 我现在已经33岁了 嗯 我觉得体力真的 不如以往的好 因为 两个小孩出生啊 其实小孩子就占了 我时间 应该有一半以上 像我等一下 录完节目啊 我就是趁他们 回来的时候 赶快把 那一槽 就是要熟悉的衣服 赶快抓紧时间 把它洗完 所以 我觉得懂得 分配时间 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 呃 跟大家分享 也是希望 我们可以 自己想想看 当你在没有收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能是储备更多的粮食 更多的精力 更多的灵感 创意 换个角度想 我觉得就不会这么的紧张 跟害怕了 尤其是 因为现在疫情 其实严重影响到 非常多的产业 那我觉得 如果今天你是身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CEO也好 或者是你是一个个人的创业家 品牌的经营者 我觉得都很适合在 这些时期 可以仔细来思考说 我们可以创作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它是被市场需要的 然后这个需求 它是一直存在着的 我觉得或许它会是 你自己的产业里面的 另外一个创新 所以我觉得研发商品很有趣 这个也是我现在目前正在 尝试的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但同时我不觉得累 我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不要害怕不稳定 有时候的不稳定 它其实是 它会激发一个人的动力 会让你 会让你更有动力去 激发很多的想象力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 当你处在非常安逸的环境之下 你会没有什么动力 会比较没有办法去 变通你的思维跟想法 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说 我觉得要做到 怎么样的成功 我只是希望可以用 更聪明的方法 可以多赚一些钱 温饱 或者是多做一些立项的事情 然后甚至是可以去 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愿景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闲聊一下 我是怎样让自己 让自己比较有专注力 我相信专注力是 我们每个人 在现在这个时代 要学到的一个功课之一 我每次啊 我只要打开手机 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或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发现 哇 每天跳出来 讯息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的工作啊 有时候会接触到 很多的客户嘛 或是一些技术人员 我的微信群 或是我的LINE 我会非常多的群组 于是呢 我会选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 看这些讯息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虽然有时候我会 我会就是可能在 上洗手间的时候啊 或者去喝口水的时候 看看虾皮 就是有一种 忙里偷闲的感觉 一个人是不可能专心的 我觉得是非常容易被分心 所以呢 我觉得 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办法 如果你在一个时间点 固定一个时间 你可以回复所有的工作讯息 或许你的时间 就不会变得那么的碎片化 就也许可以更有专注力的 一件一件事情的完成 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去洗衣服 因为等一下我的儿子就回来了 如果呢 你听完我的节目 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想法 也欢迎可以 写信给我们 或者是IG私讯 我们都会 每一封都会看过 那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这边啦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